高雄有男子前往知名的美式卖场购物 却跑进冰柜里嬉闹 扭动身体 笔手画脚 甚至做出不雅的动作 而夸张的是同行朋友不但没有阻止 还跟着起哄拍下离谱的过程 对此卖场业者表示 捕获人员在整理的期间并没有发现商品异状 也呼吁民众切勿模仿 而卫生局也将派员击查 大笑声此起彼落只见冰柜里 以免穿着绿色上衣的男子 拿着手机开启计算机功能按下一万数字 不断指着看似在无厘头心 越玩还越起劲脱腮装可爱 扭动身体 笔手画脚 逗得同行朋友哈哈大笑 把冰柜当伸展台摆出各种姿势 整个过程超过十秒钟 最后一次耐不住冰柜地温玩够了 才开门走出来 只有东西没有拿 那奶茶好喝 玩到底要买什么都忘记 离谱行径就发生在7号中午12点多 证明对于男和朋友们 前往高雄一家知名美食卖场购物 结果却一次一时兴起 跑进冰柜嬉闹 夸张的是朋友不仅没有阻止 还跟着起哄录影 画面在网路曝光 让人担心的是冰柜卫生出现疑虑 对此业者紧急发出声明 表示持续有商品捕获人员进行排面的整理 旗舰并未发现商品异状也呼吁不理性的行为 还切勿模仿 而卫生局也将派员击查 毕竟穿着鞋子踩进冰石屋的冰柜里 设计时安 这下玩笑开大 要面临的恐怕不值踏乏 还有后续就责问题 记者吴宗轩 王超群高雄报导